今天我又来来给大家做个新吃法 比小嘎更好吃 保证你们没吃过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哈 甜甜喽喽 甜甜喽喽啊 你怎么知道甜甜喽喽 锅里面直接倒一箱了 然后放20克硬粉 20克白糖 用铲子 不停的搅动 记住要用小火 不要用大火 用大火的话就很容易焦 要不停的搅动哦 要搅到这样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上来 然后打到一个盒子里面 这盒子里面 是 这是盒子 是啊 这是盒子 可以吃吗 可以吃 现在不可以啊 等一下 动到了啊 再抖一下 这个气泡就没有了 然后把这个 小盘子里面 这里我放了一点叶笼跟这个奶粉 没有奶粉的就放叶笼也可以 放一样也可以 放奶粉就更好吃 更香一点 我就放了两种 然后用刀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大小开 在对方切开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下 尴尬以前的视频 然后再放一点叶笼 根本不黏手 没有奶粉就放叶笼一种也可以 放一点奶粉就更香 奶香味也更浓 让沾上这个叶笼跟奶粉 这种牛奶你吃过吗 舀一口 一剂浓发 甜甜糯糯 特别是夏天 大冷些我都喜欢吃 冰凉冰凉的 做法也特别简单 这种做法你消费了吗 不费记得找我哈 当着我 为你更新更多 家常美食 我好想吃啊 你好想吃啊 好想吃 给你吃一个 要吧 好吃吗 好不好吃 是不是冰凉冰凉的